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从Fabric看如何定制自己的Paramaco应用 这一节课主要我们要了解些什么呢 首先就是Fabric是什么 然后就是Fabric的安装和简单的使用 Fabric与Paramaco的关系 然后就是了解一下Fabric有哪些改进 然后有些自己的特色 然后就是Fabric的局限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Fabric是什么呢 Fabric是一个基于Python2.5到2.7的库和命行的一个工具 它用来流水化执行SSH 以及部署应用或者系统管理任务的 系统管理任务 更具体的说Fabric是通过命令行来执行任意的Python函数 或者说更加容易的通过SSH执行Cell的指令 然后安装Fabric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用PayP指令 PayP install Fabric 然后就会自动安装 这个是在Mac和Linux下可以这样安装 然后的话在Windows的话可能安装要复杂一点 我们就是在本机的话Mac Linux都是用过的 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使用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Fab指令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要定义一个Fabric 它有一个默认的这个这个Python的文件 这个Fabric fail.python 我们可以看看一下 然后这里边 比如说需要一些API我们导入 然后定义一些函数 你在这里定义了三个函数 一个是无参的Python函数 一个是代参数的Python函数 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一个简单的任务执行函数 我们退出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这个 我们看之前说过 它可以很简单的执行Python函数 比如说我们执行这个hello 对 它就把这个hello这个输出给打印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参数的这个test 我们输出 我们输出个hello 让它输出 对它输出hello了 比如说我们要执行任务指定它的这个host 就是指定它比如说localhost host type 然后输入密码 对 它就把这个who mi这个指令给运行 然后把结果给打印出来了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来继续看 Fabric与Permico的关系是什么呢 Fabric是基于Permico进行的二次开发 发展成成熟的这个自动化运为部署的一个工具 对 然后Fabric它主要的API有这样几类 大概有七类 有一个有带颜色的输出 这就是一些 一些那个管理的函数 然后和上下文的管理类 装饰器的类 网络方面的类 操作的类 还有任务和工具的类 我们看一下Fabric对Permico有哪些改进 首先就是一个上下文管理类 contact managers 就是获取上下文 我们之前 之前的课上就已经讲过 这个Permico 它的执行指令上下 就是上下指令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样的话就会在实际的操作中 会有一定的问题 然后这个上下文管理类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一些改进 另外它有一些任务类 刚才我们在那个演示的时候也用那个Fab-H Local host执行一个host type这个指令 然后它其实就执行了一个任务 里边其实调用了它的API的run函数 然后这样可以很方便的 就是执行远程服务器的运行一些操作 然后就是一些装饰器类 装饰器类是Python的一个语法堂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更方便的做一些操作 新增的功能是什么呢 新增的功能就是说 比如说可以任意的执行Python的指令 它就像我们在show里边执行Python文件一样 可以通过那个指定它的Python函数来执行这个函数 让它运行 然后很直观的看到它的结果 我们刚才在演示中 比如说执行的这个Fab-Hello 这个就直接把它的这个函数的输出给打印出来 还有它进行了一些故障处理 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些故障的这个处理的方法 当然它有一些默认的故障处理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就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原生的这个PythonMaker 它对故障的处理是不足的 是需要我们在应用上做一些自己的这个处理 然后在这个Fabric里面 它就做了这些扩展 另外这个Fabric做了一个重要的扩展 就是一些就是并行的执行 当然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也用了 比如说多进程多线程跟这个斜程 来进行并行执行的这个操作 这个Fabric它是内置之 就是这个可以进行并行执行的操作 当然就带来非常方便 我们进行一些并行的一些操作 它的一个局限是什么呢 它也有一个局限就是非县城安全的 就是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还要注意这个县城的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就看一下这个总结 从这个Fabric的各种扩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依据这个Paramaco为基础 可以做出自己各种各样的扩展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课程 其实就是通过一些封装 然后对Paramaco进行一种扩展 当然我们大家在实际的工作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或者是遇到比如说公司 要解决某一个特定的问题 需要做一些很独特的扩展的话 我们就可以依据Paramaco它的API 然后很方便的进行扩展 来解决特定的问题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本杰克的一个 核心的思想 就是通过这个Fabric的扩展 还有它的这个改进来看到我们 其实是可以用Paramaco来做一些 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一刻就上到这里